剛剛妳的得獎感可以再說一次嗎 我剛剛在台上講的 其實我 我可以 自稱女神嗎 可以可以 剛才是在台上這樣講 我是開玩笑的 但是其實是真心話 剛剛在台上說 其實大家知道我上一張 拿到的獎是 電影舞曲 這一次可以 以抒情歌 拿到另一座獎 對我來講這真的是非常非常 鼓勵我的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我很 很感謝唱片公司 給我這麼多的空間 讓我自己玩音樂 不管是電影舞曲或者是 謝氏琴歌 那顯然 這歌不但 很商業 但是大家又很喜歡 是一個叫好又叫做的作品 也希望 真的 真的 這一路走來不容易 我才 有辦法走到現在 然後 然後 最感謝的是 我的經紀人球球 他非常有眼光 牽下我 就這樣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從台下 走到台上 走了十幾年 那 我走得比較慢 但是我走上來了 謝謝大家 也謝謝評審 然後 我要感謝我的爸爸 然後因為 他幾年前 剛好在看小燕領獎的時候 小燕在台上謝謝他爸爸 我爸爸轉過來跟我說 你什麼時候要上台謝謝我 所以我剛剛跟我爸說 爸爸就是今天 謝謝你 然後 我謝謝他 把他的歌聲 把他的帥氣的外表 然後 然後移傳給我 因為他是我的音樂老師 我爸是音樂老師 然後 而且我也謝謝他 在我周轉不靈的時候 還借錢給我 發唱片 然後 再來我又 我要感謝霹靂布袋戲 因為 因為沒有霹靂布袋戲呢 就沒有荒山亮 這個人 那因為霹靂布袋戲 在十幾年來 一直給我很多的空間 給我很多舞台 讓我成長 讓我茁壯 所以我 我特別要謝謝他們 那讓我說謝謝諸葛亮大哥 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這張專輯 其實 他把他的處女座獻給我 他寫了一首歌跟我合唱 然後 他也一直鼓勵我 然後 一直提點我很多事情 所以我也特別謝謝他 另外呢 我要謝謝這張專輯的 所有製作老師們 剛才漏掉 因為太緊張了 那我 我的老師 陳玉莉老師 然後 武雄老師 然後黃世佑老師 還有小K老師 秀珠老師 很多 我們的編曲 三秒 還有浩旭 我們的製作團隊 接下來我要謝謝我的 動漫音樂 很多 長期以來一直支持我的這個同事 沒有放棄我的同事 齁 Tracy Renee 謝謝你們 小吳謝謝 謝謝 然後 最後 重要的就是說 我的很多歌迷 在 我比較低潮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一直寫心來鼓勵我 那也 也讓我一直有 有這個動力繼續 再繼續唱歌 繼續做音樂 然後 大概就是這樣子 沒有 其實我最主要是 講 因為一直沒有機會 跟烏白老師講 說 是他帶領我進到這個行業的 因為 我上次拿是十二年前 那時候是樂團拿 拿了那個獎 然後 沒想到竟然隔了十二年 然後 才今天再 再 再拿到這個金曲獎 那我覺得 我覺得 反正一路能做音樂 已經很感謝了啦 這樣子 然後你有謝家人啊 對對對 家人 對 他們 頭一次來看這個金曲獎 然後就讓他們看一下 金曲獎 結果想不到就 怎麼樣 對 想說來參觀一下 我的得獎感 我完全記不起 只是一種 在當下 不可思議的感覺 在台上 感覺就做了一場夢 我沒有想到 還有機會 就是站在台上 拿這個獎 It's like a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我做到了 然後 我還有說到什麼 我就感謝我所有朋友 就是跟我一起入圍的女歌手們 然後 其實我這次很開心 可以上台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一直很想辦一個 全女性的音樂節 這個東西我一直講了很久 但是我就跟我自己說 如果我可以在台上再講多一次 明年就會實現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等著那個 Girls Power的那個女性音樂節 太棒了 然後最後你有把它特別送給一個人 是不是 我最後送給我爸爸 因為我覺得這張專輯 讓我重新學會 愛這個字 所以 錄製這張專輯 其實非常的坎坷 就是有很多的情緒 就是需要自己去 自己去治療自己 然後用音樂去治療 但是 最重要的是它讓我 重新相信愛的力量 所以我必須 做這張專輯 做一張正面的專輯 把愛 傳遞給大家 對 就非常感動 然後是真的很開心 其實在這之前 今天晚上 其實真的沒有想到會拿那麼多 因為 所有的作品競爭 真的都很激烈 就是 我後來真的有把它們都買回家 好好的仔細聽了一次 樂聽就覺得今天頒獎典禮 應該是來陪榜的這樣子 但非常幸運 然後 然後也很 當然很謝謝評審 然後 然後 作曲獎的這個部分 我本來真的覺得阿信的詞是 十拿九紋的說真的 對 然後我的作曲應該是陪榜的 因為競爭 有方大瞳 有張璇 然後蔡劍亞 他們都是 這個 數一數二的人物 但沒想到他那個項目裡面 還有李宗盛 對 那 但是我覺得 阿信還是 我們心目中最佳的作詞人 這樣 不要 怎麼樣 我偏要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作曲的獎項真的是屬於大家的 因為 他們幾個 就是大家的作詞 我覺得我應該是五個人裡頭 其實作曲的能力比較差的 可是剛好這個阿信這首 挪小方舟的歌詞 然後還有大家的編曲都幫了這首歌很多這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獎是五月天的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剛剛看到臉書有人說這個 五月天七項拿了 五月天拿了很多獎這樣子 可是偏偏瑪莎這個人多一項這樣子 對 但是我還是覺得 對 馬薩多了一下 我還是覺得這個獎是五月天大家的 對 就不是我個人的 嗯 就是這樣 我想今天對五月天來講是真的是特別開心 因為 我們之前就是除了最佳樂團之外 就是幾乎都沒有入圍到一些像技術性的獎項 然後像製作的獎項 然後甚至連最佳專輯這樣子的獎項 那 對五月天來講 因為 這意義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 從我們一開始 在做我們自己的唱片開始 都是五月天親手 然後從錄音編曲製作 然後寫歌寫曲 都是我們一首包辦 所以今天 可以拿到最佳專輯 最佳製作 對五月天來講 這個真的是意義非凡 那 其實我今天早上在出門前 就是 我老婆又蒸了兩顆粽子給我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意義這樣子 但是真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很感謝她 然後也很感謝 就是五月天的家人 然後朋友們 因為 五月天在做音樂的時候 然後真的是 就是不顧一切 然後五個人就關在錄音室裡面 都沒有想到 常常就會忽略掉 他們的感受 那我 真的要在這邊 特別感謝我們的家人 然後 還要感謝我們公司的很多同事 那他們都很有虛榮心 那 我在這邊要特別感謝這些 有虛榮心的家伙 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今天當然就是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 因為我覺得 都出乎我們自己的預料這樣子 那 那當然我 就像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那 小玫瑰當然就是問我說 爸爸你要去哪裡啊 那 那我就跟他說 我要來參加一個頒獎典禮 那他就問我說 那你要 要怎麼樣才能在頒獎典禮上 可以拿得到獎 我說那 那就是像你考試要考一百分才能拿得到 那 所以 我突然有一個感覺覺得 我們很常 很常有人問我們說 我們自己在做音樂的時候 我們是 我們會給自己這張專輯打幾分 但是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樣看一下 我們始終都會說 九十九分還有一分的努力空間 但是我今天真的覺得 我們這張專輯有 有到一百分了 那 那希望之後的專輯就是 能夠再超越一百分 更高這樣子 那 呃 再來是今天有 很開心有六次可以上台拿獎的機會 那 我在想說有 那麼多次上台拿獎的機會 那 應該大家 就不會搞錯 冠優跟品冠了這樣 謝謝 呃 那真的很開心 五月天從1999年發第一張唱片到現在 十三年然後發了八張專輯 我想 能像今天有這個機會 應該機會也不多了這樣 那 可是五月天會 繼續努力 讓這個機會呢 可以變得更大一點 然後 呃 真的很感謝大家 然後 一整天 大家在這裡很熱 大家也辛苦 呃 呃 老瓜當然不行啊 有問題請到五月天嗎 我 入圍七項可是只有阿星那一項沒有拿 說真的你的心情是什麼 我真的不會 我真的不會耶 因為 呃 其實 今天拿那麼多 其實 對啊 我想起來我要講什麼 其實我覺得今天拿得有點心疼啦 因為 其實每次 呃 宣布那個 入圍名單的時候 我都會看隔壁的 就是前後左右的人 那 有很多今天是新生代歌手 就是入圍很多項的 然後 呃 像謝和璇阿 然後林佑佳 或者魏如璇阿 其實 呃 坦白講我可以把我的分給他們 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需要比五月天更多的鼓勵 所以 我 真的就是覺得 嗯 對啊 嗯 老皮阿 會不會是這樣的很多公主耶 有沒有有什麼話對他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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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莎請 馬莎請 馬莎不然你多的那一座 送Hippie好了 沒問題啊 當然好啊 然後 他下一張專輯 你就幫他寫曲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有我這個榮幸嗎 可以 對啊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蠻想合作的 對啊 而且他真的唱得很好 那張專輯真的 我覺得很好聽 對 那我們就把馬莎 進去獎最佳作曲人 送給Hippie了 人家退貨怎麼辦 不然我們會整更小 剛剛有人吃粽子 就是Lucky嘛 那有沒有你們別的 用Lucky的方法 來參加辦獎店 有嗎 還有別的Lucky的方法嗎 因為你們真的得很多獎 至少看一點褲頭 看什麼顏色好了 看一點褲頭 看什麼顏色好了 不要啦 我自己講啦 我自己講啦 今天黑的啦 對啦 沒有什麼好那個的 對啊 大家都 成年人的嘛 都黑龍一條這樣 所以沒什麼好那個 對啊 齁 好不好齁 謝謝 剛剛有網友反應就是 你們在小巨蛋上面吃香蕉 違反規定 有什麼話要說 網友說的 網友說的 對小巨蛋好像不能飲食嘛 對不對 如果部長沒有說話 那我們應該可以逃過一劫吧 是不是 還是部長也說不行 部長 部長可能 可能就找不到五月天在哪裡 好 沒有開玩笑 因為今天部長有來跟我們 有來跟我們 講話 就是他一一的拜訪台下 入圍的歌手 所以我們覺得很 很溫暖很感動這樣子 對啊 那我們 對啊 讓我們吃幾口應該沒關係 那香蕉在哪裡啊 就是那五根香蕉是最後 對啊 這褲子很大心 好問 好問的 那最後 最後一個回答就是 五月天香蕉到底才在哪裡 交男朋友你就知道了 喂 喂 不是啦 不是啦 沒有啊 就是男生的褲子口袋都比較 你看明天標題又爛掉了 我就說男生的 我還沒講完 我說男生的褲子口袋 都會比女生的再深一點 不是啦 所以交了男朋友就知道 褲子的口袋有多深 不要再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對不起 我們就是 欣欣有文化的媒體們 如果沒有用標題的話 請說 香蕉藏在哪裡是 本屆金曲獎最大的一個媒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恭喜五月天 謝謝 五月天右手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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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